南区玉里卓西以及复里三乡镇二骑座水稻灌溉用水是严重的吃紧 农民叫苦连天 县福高度的关注 副县长蔡运煌率领了农业处会同农田水利会的会长驱车南下勘查 从秀姑燃溪的灌溉取水口 抽水机房以及灌溉水墩的尾端供水情况 逐一的现刊了解 听取农民的心声 副县长也表示 如果因为缺水无法整地插秧的话 计划向农委会申请争取休耕减少灾害的损失 不论是太平均末端的春日农田 还是秀姑燃溪灌溉取水口 三隔十多公里的两地同样都是水量微小 副县长蔡运煌率领农业处客室人员 与华林农田水利会长温芳荣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等一行人 逐一现场会刊也听取农民心声 水到就是在靠水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而且最近已经将军阁也没有下雨 农民的确有时候有的那个老人家 都已经真的是在我面前哭哭到这个样子 即便已经启动轮贯机制 但老天爷不下雨 溪流或灌台水位低到一个不行 近四千公顷的农田急需用水灌溉 农民等水等的如热锅上的蚂蚁 副县长蔡远黄除了请农民耐心配合轮贯 另外一方面也考量若持续高温不雨 部分农田势必将被迫修耕 届时衍生出不符基其年修耕规定的问题 副县长蔡远黄先想好办法 我们希望在日秋就是八月 国立的八月七号后十天到八月十七号以前 能够通通插秧 假如当时间够了还不能插秧 我们想我们会和农委会协调 除了修耕转做的这个方式补助农友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帮忙农民 我想农民第一个油费电费我们出 以后不能插秧 农会要期望农会要帮忙 假如他不帮忙 我们县政府会想办法 无水可灌溉 难取二席座水稻田旱灾 再实施轮贯机制 增加抽水机房 以及开拓灌溉水源之外 针对可能被迫修耕等问题 现在补超前部署 计划向农委会提报 申请争取修耕规定的放宽措施 降低灾害损失也帮助农民度过旱灾难关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